马克的客棧是阿卡姆市很多居民的聚集处 各韩国业的人都会来这里享用丰盛的早餐 马克刚刚吃完早餐 他闻到炖牛肉和煮咖啡的香味 而马克就在厨房里磨碌的制作他出名的神秘肉汤 那个气味缓慢飘散着 然而这气味令他想起其他东西 就好像一个充满着腐烂食物的水槽 马克掩着他的嘴 闭上双眼 努力地克制这股反胃感 在暗黑之中 他见到苏菲的尸体 在他眼前分界 由内部被吞噬 那东西由他体内破土而出 在无助和恐惧之下 马克望着苏菲消失 他大叫 不要啊 他用拳头重重打到门框上 希望驱散他脑内的恐怖景象 马克眼泪涌出 其他客人都仅仅着他 马克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目光在说同一件事 他很软弱 他可怜度几乎算不上一个男人 其实以马克的力量可以完全震惑着他们 但是马克安慰着马克 他说 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只是你内心的怪兽在说话 你不是怪兽 你必须要杀死那些带走苏菲的怪物 马克试着放松他的呼吸和心跳 然后他在走廊上悬挂着一幅破裂的画像 而有一幅画看起来很奇怪 他开始感到反胃 他走过那幅画想仔细地望一眼 但是这幅画作就像一片万花筒的色彩 既难以归类 又奇异动人 为什么这幅画会令他感到害怕呢 他必须要搞清楚 在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曾经的战友 汤米 他在马的地下室里面 住了很长的时间 于是马克就密码拿了地下室的锁匙 他用电筒照亮了集乱的地下室 里面有一个古老的石筒 当他心急一下地下的空气的时候 他的视线变得狹窄 空气就好像有毒的墓一样 带着翻腾撕裂的血肉气味 马克感觉到自己摇摇欲罪 撞在墙壁上面 在昏迷之中 马克的记忆回到战场上面 他跟他的战友汤米 和他的小队正在前往偵察德军的战线 他们弯腰走过一重重的树枝 抵达了德军的营地 绿色的武器笼罩着营地 他们在等待着 步枪准备走水 然而敌人没有动静 而且直静得何怕 马克下令汤米越过营地的铁丝网 沿着尖壕侦冊 几分钟之后 汤米就表示可以前仗的讯号 士兵们就在于武器中站起身 向着敌人的阵地冲过去 当巡邏队深入营地 来探索敌人的地堡时 马克见到一个无支撑量的奇怪动员 就像一个巨大的动转生物的通道一样 掩抵陷害人造物 但当他上传调查的时候 他周围的世界陷入疯狂 两团扭曲的蛇肉肉块 由雷园的下面突然爆出 将可以令人呕心的大口向他们冲过来 像一样的腹肢和巨大的尿牙 撕裂着士兵的身体 有些人甚至包出十马以后的地方 当场粉身碎骨 剩下的行传者疯狂地开火 尽全力地将弹甲里面的子弹全部都射了 而同时马克被怪物的尖刺击中 他下令撤退 然后匆忙地爬入附近的箭壶里面 而怪物就在他身后追赶着他 巨大的恐惧将所有的尸水由他脑海里面抹去 马克躺在地下室的洞穴前面 用手擦拭着满头的汗水 他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听见 蘇菲在呼唤着他 他紧咬牙关 在地面重重地打了一拳 他现在确信是他杀死了汤米 杀死了苏菲 马克鼓起勇气 用手电筒照向石室 狹窄的隧道在前方隐约可见 身向黑暗 但是他对索菲的思念远远超过了面前的恐惧 来到角色玩法的部分 马克被誉为零级的最强打手 因为他拥有高达5点的拳头基座值 再用索菲的思念还可以提升到7点 但是记得直接伤害是不能分配给其他控制的卡牌的 而他的角色能力是当有伤害被放置到他控制的卡牌的时候就可以补一张牌 包括角色牌和你控制的卡牌的 而他的专属牌保卫后方还可以移动伤害到敌人身上 相当于他可以回血 而为了可以持续触发马克的能力 和避免身上有5点的双身 而将索菲的思念远远反动 他一定要带一些治疗的卡牌 例如 紧急救援 急救 如果他会流血等 新兽的话我会推荐一定要升级一张原定计划 保证部äsulip 开局时有几张关键牌 例如打出支援牌时刻警惕 宅 monitoring 债约爆破 和多余的弹穴 等 会推荐一座基础加一与循环组成的牌库 總共花費了27年經驗值 優先我會升級巡景和原定計劃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早派方向 接著我會講解一下馬克的進階思路 其實馬克的早派思路很簡單 只要有治療牌就可以保證持續輸出 我選擇了恢復元氣 新鮮事出 和聖化之境 而副魔劍的升級版本 也可以在擊敗敵人之後回復神志和抽卡 而他的專屬牌保衛後方 他有精通的屬性 可以用屬能生效來檢索 用兩次 關於馬克的角色能力 其實一個回合有四個階段 意味著每個回合都可以觸發四次抽四張牌 所以要在合理的階段來觸發 巡景、煙斗和索飛 在這裡推薦一副零級的牌組 盟友方面我會先用康門九仙 等有經驗才升級巡景 我還會入八循環伸出的楊上帝分辦去 快速獲經驗 大家可以CATO參考我的牌組 接下來我再介紹一張九循環伸出的牌 清潔工具 它的補給可以作為子彈和補給用的 可以提供給我牌組裡面的槍械 MK一手榴彈和煙斗去使用 最後我推薦一副升級的版本 一共花費了36點經驗值 我用全副武裝取代了原定計劃 而屬性有道具和公共牌一共有13張 所以背包在這副牌組裡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大型武器方面我選擇了春田M1903部槍 配搭特製彈藥和清潔工具 在打BOSS的時候才拿出來 有興趣可以CATO參考我的組牌方向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歡迎來到評論區裡面告訴我 而在芝化羅里的調查員檔案 我都會精算幾個角色在Youtube頻道上發表投票 如果你都想有了解的調查員就記得上去投票 最後希望馬克可以殺死吞噬蘇菲的怪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歡迎你們一直出遊跟我們一起玩 我是讀書人,我們下集再見,拜拜